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惊悚片 激素学校 影片一开场 小白脸由于晚上总是做噩梦 而且一做噩梦就吓尿 把这哥们折腾了大半夜还不敢睡觉 小白脸的妈咪冷淡婶 是个耐不住寂寞的女人 她老公那边刚交了饭票 她就迫不及待的投入到了鸡贼书的怀抱 小白脸对她这个季妇没什么好感 总觉得这孙子笑里藏刀 十分的应景 到了后半夜 小白脸那边刚睡着 就又梦见了满嘴嗜血的姥姥 这哥们的一声尖叫 当时就把他妈咪冷淡上了小尿 鸡贼书说 儿子 你妈咪每天晚上换两个尿不吃都不够用 你不能再这么弄了 第二天的一早 小白脸得知自己那位从未谋面的姥姥家和喜欢 诡异的是 冷淡婶在得知自己妈咪去世的消息之后 显得是如是重负 冷淡婶说 儿子 我之所以不让你跟她见面 是因为你姥姥那人太可怕了 我看见都该态 在姥姥的葬礼上 小白脸遇见了慈祥的李奶奶 李奶奶说 你跟你姥姥长得太像了 简直是一模一样了 然后这位李奶奶又给小白脸巴拉巴拉 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生情并茂 把小白脸当时又吓叫 姥姥死后也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除了一些廉价的手势之外 还有一些老畅鸟的旧衣 到了晚上 小白脸跟着父母到小甜甜家上门 这小甜甜的身世 比小白脸更加的不行 小甜甜的哥哥12岁的时候就领了喝汗 于是便自杀叫了饭泡 小甜甜的爹地正值虎狼之年 孤枕难眠能不心怀 于是很快便叙了钱 这餐桌上的气氛表面上风鸣浪静 其实却是安勇流动 小甜甜冷嘲热讽 憨沙睡 把后妈金发姐说的是一文不值 由于小白脸长得过于的女性化 所以经常被人奚落着小羊胖 虽然她距离力扔 但举手投足一贫一笑 确实很像个女人 一天早上 父母出门之后 小白脸开始翻看姥姥的衣物 其实从骨子里来看 这小白脸确实有女人阴容的一面 只是她自己不愿承认 小白脸穿上姥姥那件蓝色连衣裙之后 便开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这哥们正跳在兴头上的时候 继父鸡贼叔突然出现 鸡贼叔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心想这千娇百妹迟早得出轨 为了防止小白脸在放假期间 游手好前无所失事 冷淡婶和鸡贼叔把儿子送进了一所 只能容纳几个学生的寄宿学校 寄宿学校的校长王德白 是个称呼很深的男人 永远的皮笑肉不笑 不知道的葫芦里究竟卖了什么药 傍晚时分 小白脸跟着父母来到了寄宿学校 王德白的老婆心肌解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到了晚上 烧伤地来学校报告 小白脸一看当时就下校 第二天一早 在吃早饭的时候 小白脸跟其他的几个同学见了面 这些孩子 除了酱油哥和酱油弟看上去没啥事 另外两位都是看人的 大块头是脑子不太好吃 小黄毛的病看上去挺严重 不仅脏话连篇 而且还经常不由自主的守护足道 当这些孩子一看到烧伤地 一个个全吓屁 大家伙正吃饭的时候 小白脸突然发现 小甜甜也被电话送到这儿了 吃完早饭 王德白开始给孩子们上课 王德白说 我们这儿是一所封闭式的学校 就像铜墙铁壁的监狱 谁也别想逃出去 墙上的铁瓷网都通上了几百万伏的高达店 资料室一碰上 马上就给你发饭 小甜甜说 我爹爹跟我说 只是在这儿住一晚上 吃了早饭 怎么还不让走了 王德白说 你爹爹那是我了解 口密附近 整天的照样照片 小甜甜一听 可气得不清了 抬屁股就让走人 那王德白也能干吗 上去就把小甜甜 揍得是花哲安颤 这烧商地是个天文爱好人 他在墙上贴了很多的情形 讲起关于天文的指使 是头头是道 什么嘉嘉林撞见了外星人 嫦娥悲悦 邂逅了抓紧 到了后半夜 小白脸做了一梦 他梦见在二战时期 几个犹太人 躲在了阁楼上 这个时候 一个满脸银啸的 德国士兵走上了阁楼 不怀好意的 带走了色色发头的大兄妹 阁楼上的其他人 为了保住命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王德白说 你们这些孩子 多多少少都有些缺陷 可以说是你们 爹发的遗憾 如果想变得完美 你们就必须 重新接受洗礼 小白脸正在 卫生间洗脸的时候 小甜甜突然闯进来 小甜甜说 刚才我在王德白老婆 心机挤的钱包里 发现了这个证件 他跟这照片上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这小白脸 虽然长得像个小娘号 但骨子里却有 这饥饿如抽的天性 说白了也就是好管闫事 自要是他看着不顺眼的 非要过去管一管 这一点啊 跟他刚刚去世的姥姥非常像 烧商地说 虽然你今天表现得像个爷们 可你走路的姿势 真像个娘号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出了 一种奇怪的动静 几个孩子过去一看 发现小黄毛在浴室里 上家里边喝饭了 小甜甜说 这个学校太诡异了 绝对是个是非之地 咱必须趁这个机会逃出去 可正如王德白之前所说 这里的确是痛枪铁壁 甭说人了 连狗也跑不出去 两人一看走投无路了 只好又返回了学校 可这二位刚进屋 就抓紧了王德白 由于这小甜甜 多次的惹是成废 又被王德白给烫揍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 小白脸来到了 王德白的办公室 王德白说 这小黄毛根本就不是自杀 根据我的经验判断 这事是小甜甜干的 你知道小甜甜为什么来这儿吗 因为他杀了他哥哥 他妈咪因此也自杀了 她是个邪恶的女孩 你以后别跟着玩 小白脸在酱油哥和酱油弟的房间 看到了他们父母的照片 虽然影片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 但从逻辑上来分析 他们的妈咪肯定跟印度人有关系 关于小黄毛被杀这件事 小白脸刚一直问 小甜甜就承认了 小甜甜说 我杀他的目的就是想制造一起混乱 然后趁了套路 接下来两人跳了一支莫名其妙的舞 角色互换看上去十分的惊艳 原来这个小甜甜对小白脸 是一见钟情愚把不当 到了后半夜 小白脸突然发现大块头也被人杀了 这个时候 王德白和老婆心机姐的对话 从楼下传了过来 原来这大块头之所以领和饭 居然是心机姐干 随后小白脸摸到了地下室 在冰箱里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原来这二位才是这种别墅的真正主人 这个时候大块头的妈咪突然来到了学校 说要见自己的儿子 王德白说很遗憾的 你儿子已经领了上班 得知自己的儿子嗝的屁 大块头妈咪心里这块石头串落了地 原来这个王德白是个冷酷的变态沙场 他跟这些孩子的家长全都签了合同 承诺在两个星期之内 把这几个有缺陷的小麻烦全都解决掉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王德白首先干掉了这床别墅的真正主人 然后以寄宿学校的名义 把这几个孩子骗到了这儿 那个新鸡姐和看门的毛袋说 其实都是王德白的帮兄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王德白偷偷在大块头妈咪的酒里下了毒药 可没成想新鸡姐突然杀到 上去就让大块头的妈咪叫了饭泡 本来王德白的计划是等实际成熟 趁着月黑风高 一把火把别墅和孩子都给杀了 可由于新鸡姐的蛮干 把王德白的计划全给打乱了 看着面前这个城市不足 败是有余的女人 王德白也没客气 气里咔嚓就把新鸡姐给杀了 躲在柜子里的小白脸 一看着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王德白说我早就看见了 出柜吧 小白脸从柜子里一出来 把王德白吓一跳 王德白说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真是如此可教啊 为了保命 小白脸开始帮着王德白处理事件 这王德白在杀人方面的确有着丰富的精力 为了不留后患 他又让自己的帮凶毛袋梳理了好烦 王德白说 对你继父继贼叔来说 你是个不小的马 他对你非常讨厌 因此我跟你继父达成了一项协议 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内让你个儿子屁 不过这件事一直瞒着你妈咪 当小白脸发现王德白要烧了别墅毁尸灭气的时候 他终于鼓起了勇气 把王德白打翻在地了 老船长航海几十年 没想到在鹰沟里翻了船 王德白脑子当时有梦了 肠子都回行了 俗话说杀人偿命千债换钱 为了承恶扬善 小白脸又盖掉了小青年 转过天 几个孩子都被父母接走了 小白脸对烧伤地的爹地说 你啊要是再打烧伤地的坏主意 我保证让你下地狱 小白脸回到家 利用王德白的毒药 把他继父继贼鼠给杀了 晚上小白脸又梦见了他姥姥 原来他姥姥当年呢 也躲在了那个狗肉里 为了干掉那个德欧士兵 他姥姥先用指甲措 把自己的牙齿打磨得异常风雨 然后在德欧兵跟自己闷得蜜的时候 把对方咬死了 从这二位的行为上来看 可以说小白脸不仅遗传了他姥姥的相貌 还传承了他姥姥大无畏的精神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求 孩子虽然有缺陷 但也不能这么干 自古虎虎虎虎子 这帮父母太困难了